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加六十亿税收 而燕税增加一百五十八亿 加上明年度预算一百七十八亿 合计三百九十六亿 足够长照第一阶段所需的三百三十亿 不过兰尾严宽恒提出的受过长照训练 照顾三等亲的家属 得知灵补助津贴的提案 则是遭到立委否决 针对本席所提出的第十九条修正案没有通过 深表遗憾 不管是五年十年之后 都会有超过一半的失能人口 是没有办法透过照服员的人力来给予服务 反而这些失能人口必须转而依赖他们的家人 虽然长照法修正后 裁员足够长照第一阶段 资源部件所需的三百三十亿 不过社福团体认为资金问题 一直是长照无法有效推动的痛 未来的资金来源仍旧是大问题 今天朝野也通过附带决议 二零一八年度起 长照第一阶段以三百三十亿为原则 缺額由政府预算补充 主管机关两年内 也要通盘检讨裁员的建制 记者陈嘉欣 林国煌台北报道 犯下巴黎双施命案的嫌犯谢一涵 更二审大逆转 高等法院法官认定他有教化的可能 改判无期徒刑 狠心夺走两条人命的嫌犯谢一涵 遭到羁押超过两年 从一审到更一审被三度判处死刑 不过全案到更二审判决出现逆转 谢一涵被依强盗杀人等罪 改判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谢一涵为了盗取熟客 沉浸符合张翠萍的财物 下手将两人杀害 尽管历经司法审判都被判死 却两度被罪高法院 已没有查明他是否有教化 可能撤销判决发回 全案在更二审时 谢一涵多次泪洒法庭 表达有悔悟 最后高院法官审酌 学者对谢一涵的心理鉴定 是认定他有教化可能性高 罪犯可能低 因此判决谢一涵免死 不过盗庭的死者家属 完全无法接受判决结果 被害家属不服气的 还有谢一涵在审理时的公辞 反反复复 甚至不断对死者污名化 质疑他并非真心认错 将会上诉到底 为亲人讨回公道 记者蔡惠玲秋福才 谢其文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 去年一整年 一一三保护专线 总共接获了十二万七千多通电话 平均每四分钟 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咨询 或是求救 一名十六岁少年幼子因为长期目睹 父亲对母亲暴力相向 爸爸只要对妈妈做的家事不满意 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或拳打脚踢 他很自责没有保护好妈妈 某一天他想带着妈妈逃出这个家 但是妈妈却要他忍耐 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此打电话到一一三保护专线求助 其实类似像柚子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 根据卫福部统计 去年一百零五年 一一三保护专线 总共接获十二万七千多通电话 平均每四分钟 就有一人打来咨询或求助 其中有两万五千多通 是直接派案给各县市家暴中心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 未成年儿少目睹暴力的案件数 每逢过年过节是家人互动 较为密集的时候 也是发生家庭暴力事件的高峰期 民众如果遇到任何家庭暴力 性侵害等问题 多可拨打一一三保护专线 寻求专业人员协助 才能早日远离暴力的威胁 记者Lashmi张子佳台报导 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蝙蝠出现乱飞的情况 台市大生命科学系教授吴忠信 研究发现这可能跟蝙蝠体内 累积农药还有重金属有关 长期研究蝙蝠 台湾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吴忠信 尝到各地蝙蝠洞 顺便采集粪便 为了了解环境污染对蝙蝠影响 把粪便送去检验 结果北部中部南部的蝙蝠体内 都积累环境污染毒物 北部的蝙蝠洞里面的这些蝙蝠粪便的这个污染 好像蛮多都是重金属 而且主要都是来自于工业跟所谓的一些汽车排废器的这种污染 那南部的话又感觉分析出来的结果 就是它好像有一些重金属跟生 重金属叫是生 蝙蝠的体内有环境污染毒物 无中性团队回到实验室实验 一只正常胃 一只每天喝微量的农药易达胺 透过行为脑中神经元 听觉和发生多管道的实验发现 蝙蝠出现乱飞的情形 当蝙蝠它在一个礼拜内 如果连续有累积一些一定浓度的这个农药 或者重金属的时候 它产生的行为是非常紊乱的 就变成有一点就是像喝醉酒一样 中枢神经和回升定位被破坏 蝙蝠没有办法正常飞 吴教授的论文投稿国际神经期刊 半个月就刊出 他说虽不能直接推论环境污染毒物 对人类神经系统有影响 但这研究提醒大家注意 周遭环境长期毒物积累的问题 接下来沈志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